只要你是一個長期會盯螢幕的族群 我就大大建議你一定要買一款智能螢幕掛燈 有時候那個光線反射 對於眼睛來說真的不是那麼舒服 或者說有時候我們需要盯電腦螢幕的時候 室內的燈光也不太夠 如果這時候你有一組螢幕掛燈 不管對於你盯螢幕的亮度有提升 而且也幫助你更加的護眼反光 它的夾具是有兩個轉軸 一個轉軸可以伸縮調節它的長度寬度 而另外一個轉軸就是靠著螢幕邊框幫你夾起來 再來更不用講就是本身螢幕掛燈上面的支架 你也可以上下去做調整 只要插上USB Type-C線就可以供電 不管你要接插座、你要接行動電源都可以 嘿大家好我是阿康 在現代人一直在使用電腦的環境下 我相信有一個東西是大家都需要好好考慮到的 那就是我們的螢幕掛燈 畢竟現代人不管你在工作、不管你在娛樂、不管你在玩遊戲 盯電腦螢幕的時間絕對都非常長啦 如果你沒有好好的保護眼睛 不管是控制你使用電腦的時間 這樣子對我們的眼睛其實都是額外的傷害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跟大家好好聊螢幕掛燈這個東西啦 螢幕掛燈目前最知名的一個款就是 BenQ的Screenbar Holo 但今天我同時也體驗到另外一組奇美的智能螢幕掛燈 就來認真跟大家分享這兩組掛燈使用起來的心得是怎麼樣啦 首先以奇美的智能螢幕掛燈來講 我覺得它第一個優點就是它的夾具設計的非常特別 它的夾具是有兩個轉軸 一個轉軸可以伸縮調節它的長度寬度 另外一個轉軸就是靠著螢幕邊框幫你夾起來 再來更不用講了就是本身螢幕掛燈上面的支架 你也可以上下去做調整調到你想要的光源 因為我們使用螢幕掛燈基本上就是要它的非對稱光線 這點其實奇美的螢幕掛燈跟BenQ做起來都差不多 只不過以BenQ的Screenbar Holo來講 它的轉軸就少奇美一個 在調整上面會是奇美這組智能螢幕掛燈來的比較彈性一點 但其實以目前普遍的電腦螢幕來說 BenQ的Screenbar Holo調整起來也不會太過於困難遇到什麼問題啦 再來以奇美的智能螢幕掛燈 它是有三檔色溫可以做調整的 第一檔就是白皺光 明亮的白光可以讓我們提升工作學習的效率 再來可能我們會有視訊的需求 奇美的智能螢幕掛燈可以調整自然光模式 就讓我們在視訊前面整個臉看起來更加的自然更加的好看 再來最後一檔是暖黃光 當我們需要很長期一直猛盯著螢幕 例如追劇玩遊戲的時候就可以採用這一檔光 這個光線也比較柔和 對我們的精神我們的眼睛也算是比較有幫助 那在你開啟智慧偵測的狀況下 它會自動幫你補足所需照度至少500Lux以上 而且對於奇美的智能螢幕掛燈來說 它的顏色性也大於等於95 整體對你在看螢幕 那個色彩的真實度跟繽紛度 體驗上面也都更加的好啦 那BenQ的Screenbar Holo它就做的比較特別 以色紋來說它只有兩檔 而一檔是比較明亮的白光 一檔是比較暖的黃光 BenQ的Screenbar Holo呢 比較特別的一點是它的發光模式不同 因為以Screenbar Holo它的夾具來講呢 後面也是可以一起發光的 但這個就看你的環境需求啦 如果你只有本身要盯著螢幕的話 其實以奇美的智能螢幕掛燈 這樣子單純一檔發光模式 我覺得就很OK啊 畢竟重點還是那個色溫嘛 那再來這兩款螢幕掛燈呢 它都額外附贈給你一個遙控器 你可以直接放在桌上啊 就可以操作螢幕掛燈了 你可以在這個遙控器上面呢 開啟自動模式Auto 讓螢幕掛燈去偵測一下環境的光源啊 自動幫你選擇 發散出最適合你現在的燈光 那當然如果你本身想要自己手動調啊 不管你是要調色溫 不管你是要調亮度 都一樣可以在遙控器上面去做操作 只不過這邊就要認真講 我使用BenQ的Screenbar Holo 有遇到一個痛點啊 那就是它的遙控器操作非常的不直覺 你要啟動遙控器呢 我們都需要把手先在遙控器上面感應 等到遙控器感應到你的手呢 你才可以去做操作 不管你是要轉一下啊 調整它的亮度 調整它的色溫程度 或者說你要調整不同的發光模式啊 甚至開啟或關閉 你不管做任何的操作 你都需要把手直接放上去 讓它感應個一秒左右 你才可以往下去做其它的操作 這樣子長久一來啊 你會覺得有一點繁雜 雖然它整個遙控器做的相當的有質感 相當的好看 但就是這個設計讓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大的痛點啊 所以遙控器這一點呢 我個人會覺得奇美的智能螢幕掛燈做得好很多 雖然它沒有做得那麼厚實 但它就是簡單俐落好調整 我們需要調整的時候啊 就非常直觀 直接去按那個按鍵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把手掌停留在上面等一秒鐘喔 而奇美的智能螢幕掛燈呢 在它上面啊 也都有其他的觸控按鈕可以去做調整 你不一定完全只能靠遙控器喔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棒的設計啦 畢竟我在使用BenQ的Screenbar Hollow 我就有遇到說我的遙控器沒有電了 但我臨時又找不到電池 我沒有辦法調整燈光的狀況喔 但是以奇美的智能螢幕掛燈來說啊 就算我遙控器真的碰到不小心沒電的狀況了 我還是可以手動去操作那個按鍵按鈕 來調整我要的亮度啊 我要的色溫 使用上真的是會比較簡單跟直觀 那同時這兩款它們的供電都算蠻簡單的 只要插上USB Type-C線就可以供電喔 不管你要接插座啊 你要接行動電源都可以 這點對於兩款來說呢 都算是非常方便非常棒的優點 那總的來說呢 唯一一個結論 只要你是一個長期會盯螢幕的族群啊 我就大大建議你一定要買一款智能螢幕掛燈喔 因為像我自己工作的環境啊 我的光源算是比較不穩定的 而且我也會開窗簾 有時候那個光線反射啊 對於眼睛來說真的不是那麼舒服啦 或者說有時候我們需要盯電腦螢幕的時候啊 室內的燈光也不太夠 如果這時候你有一組螢幕掛燈喔 不管對於你盯螢幕的亮度有提升啊 而且也幫助你更加的護眼反光啦 所以這時候如果你有一組螢幕掛燈啊 我們在盯電腦螢幕的時候 就不用擔心亮度不夠的問題 而且呢 它還可以幫我們防止反光啊 防止傷眼睛 所以對我來說呢 只要我在辦公啊 我在剪片啊 我絕對都會開啟螢幕掛燈啦 特別是奇美這一組呢 是我後來體驗到的 我個人也覺得不管是它的遙控器啊 不管是它的轉軸操作 它要去夾螢幕 它的方便度呢 跟直觀度呢 整體的使用體驗都算很棒喔 特別特別是在遙控器操作的這一塊 我還是喜歡簡單就好啦 好啦 這部影片呢 對於螢幕掛燈的新的分享就到這裡 那相關的小燈節 我就放在下面輸出軟留言處 有興趣的人呢 再去看看吧 最重要是喜歡你的影片 按讚、分享、訂閱卡片的小鈴鐺喔 才能收到萬能的開箱 以及新消息片的上面通知囉 那我們就 我們在這邊見啦